大家好,今天要介绍一部《东条夏》的作品。 小夏是一位20岁的高中妹子,虽然身材有点飞机长,但是长相还不错。 这天放学后,小夏正在房间里与阿俊一起学习。 阿俊是小夏的邻居,雅仁从小就青梅竹马。 不过,由于阿俊不喜欢飞机场的妹子,所以雅仁一直只是好朋友的关系。 可阿俊不知道,小夏其实早就对阿俊有了特殊的感觉。 第二天一早,小夏正在学校与好闺蜜如花聊天。 看着如花傲人的身材,小夏一直问她平常都吃什么。 如花则表示,她喜欢喝海南椰汁,从小喝到大。 另外,小夏还表示自己喜欢阿俊,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表白。 如花则教小夏,要征服男人很简单,只要填爆他的胃,喂饱他二弟就行。 就在俩人开心聊天的时候,阿俊也来到了班里。 看着阿俊猥琐的样子,如花和小夏的眼里,闪现出了痴女一般的目光。 不过,阿俊这小伙子很实在,面对两位如狼似虎的女同学,一点也不分心,认真地好好学习。 不过这时候,小夏率先发起了进攻。 她故意坐在阿俊的前面,开启了诱惑模式。 阿俊还一直责怪小夏打扰她,让她没法专心学习。 这时,如花也对小夏开启了远程指导。 也许小夏不知道,阿俊喜欢的是如花那样的肉感类型。 一边做着作业,还时不时地望向如花。 小夏看着阿俊看如花的眼神,心里有些不高兴。 于是,她狠狠地打了阿俊,并且用温柔的眼神对阿俊开启了诱惑模式。 看着他们俩人秀恩爱,如花也有点受不了。 于是,就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。 小夏见到教室里只剩自己和小王,于是就开启了更加变本加厉的诱惑。 可没想到,面对小莉的诱惑,阿俊居然毫无反应,还一直在说如花的傲人身材。 小夏见状,当场就暴走,一把撕掉了阿俊的作业,开启了终极大招。 第二天一早,上体育课的时候,如花一直很好奇地问小夏,昨天她和阿俊在班里发生了什么。 小夏则不好意思地表示,该发生的,都发生了。 如花得知好闺蜜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女人,十分地羡慕。 就在俩人尬聊的时候,阿俊此时出现了。 自从与小夏昨天的互动之后,阿俊就一直欲求不满。 而小夏见到阿俊后,也是故作矜持。 在如花的劝导下,小夏终于鼓起了勇气。 她偷偷跟着阿俊来到学校的体育室里,发现阿俊正在自娱自乐。 对此,小夏很热心地对阿俊伸出了援手。 当场就帮助阿俊解决了不可言喻的烦恼。 几个小时后,阿俊回到家里休息,补充体力。 这时,小夏打电话给阿俊,阿俊也不接。 于是,小夏就气冲冲地来到阿俊的房间,还用那种特别的眼神看着阿俊。 那眼神仿佛在表示,今天就要把你榨干。 果不其然,在导演的安排下,阿俊刚刚才休息恢复的体力, 再一次被小夏索取殆尽。 复过 render地将军熟地 ground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